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赚明 咱们继续给大家播讲《万他美国史》 我们接着来讲上个世纪的美国的禁酒法案 上次我们说到纽约州的州议员 雷恩斯就推出了雷恩斯法 但雷恩斯呢 他显然低估了九二行业的强大实力 新法实施之后 九二行业不但没有因此被削弱 反而变得欣欣向龙 以布鲁克林地区为例 在雷恩斯法实施之前 这个地区呢 只有13家提供住宿的酒店 实施之后 酒店的数量迅速激增到了2000多家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使用略质的保姆板 在后屋或者楼上分割出房间 每天房里呢 再摆上破旧的床铺 这样呢 就可以满足雷恩斯法的条文要求 改造完成之后呢 九二反而还获得了潜力巨大的新的应用来源 那就是蔓延嫖娼 至于说新法案所要求的餐饮服务 解决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拿两片面包加一片肉 这就是三明治 只要卖这个三明治 就可以符合新的法规条文的要求 因为新法对餐食的要求是必须有肉 所以当时民众还给这种三明治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 雷恩斯三明治 既然有肉食 那么提供酒水也就合法了 那么这个结果显然不是那些想要禁酒的改革者们 所要期望的目标 为了削减酒管的数量 一个十四人委员会又应运而生 委员会的成员 包括教区牧师 莫林之家的高层人员 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 以及其他持进步主义立场的社会名流 像后来担任国防部长和国务卿的斯蒂姆森 还包括三位新加入的盟友 那么这新加入者和改革者的共同特点 就是他们都憎酒管的存在 而加入的三名新成员 全部都是ASL的成员 其中包括ASL的创始人 霍哈德·拉塞尔 这也是禁酒运动和进步主义的一次 期望值很高的结盟 禁酒运动阵营对进步主义议题的支持 这进一步巩固了进步主义阵营 对禁酒运动的支持 1906年 ASL出面支持全民公决运动 以赋予公民通过公决的方式 制定或者废除州内法律的权利 1910年 坚定的进步主义分子希拉姆·约翰逊 竞选加州州长 并且胜利当选 他的竞选搭档 就是魏里公会部长 兼ASL加州分会的负责人 华莱士 那么在工人伤残 赔偿金这个问题上 进步主义阵营和禁酒阵营 更是实现了完美的配合 每当一项进步主义劳工立法 获得通过的时候 就会有更多的工人 关注自身工作环境安全问题 和习惯问题 因为当各州 每通过一项 有关工人伤残赔偿金的立法 就把有关工人 工作环境安全的举证责任 由劳工一方转移到了雇主一方 这种举证责任的转变 对于批酒行业是灾难性的 美国钢铁公司 皮兹堡钢铁公司等一大批产业的巨头 也都开始纷纷表示反对酒果行业 而像当时的钻石钟表公司 更是直接宣布 对饮酒的劳工 零容忍 一旦发现 立刻开除 但也有社会学家分析 当时这些产业巨头 根本不是因为赞成 进步主义的主张 而反对工人饮酒的 他们是出于其他的原因 因为工人对酒精的消费力 和公司的薪酬开支 存在着直接的关系 一旦工人沉迷于饮酒 他就会向资方要求更高的工资 来维持家庭的开支 这让我们看到 当时进酒运动背后的政治利益关系 是非常复杂的 新加入的盟友 政治目标各不相同 甚至会有冲突 不同团体之间的分歧很大 相互之间必须有所妥协 才能够达到共识 那么经过各方的博弈和妥协 推动进酒运动前行的主要力量 开始逐渐集中于三类政治活动团体 平民主义者 女性参政权主义者 和本土主义者 这三者呢 分别完成了推动禁酒令 写入宪法所需要的三个必要条件 一个是税收 一个是社会革命 一个是战争 美国最著名的国父之一 亚利山大·汉米尔顿 他虽然没有好饮的习惯 但是呢 他也非常关心饮酒的问题 在他看来 饮酒是民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曾经写道 在美国 似乎没有任何商品的消费量 能够和酒相提并论 那么作为美国最初的财政部长 他需要筹集足够的资金 来维持政府的良好运转 那么酒 就成为了理想的征税目标 汉米尔顿认为 喝多喝少 这是个人选择 至于酒的品质相关 和他们的居住社区 所属阶层 加强成员数量 天气的阴晴 月亮圆缺 都没有任何关系 不再如此呢 汉米尔顿甚至发现了 征收酒税的社会价值 那或许能够阻止人们酗酒 汉米尔顿此举 并不是美国的政府官员 最后一次使用酒税 作为社会治理工具 向后来向众议院 提交了关于禁酒的宪法修正案 也被认为是 第十八修正案的地道者的 阿拉巴马州的众议员 李奇蒙霍普森就曾经说 只需一个简单的多数表决 国会就可以让美国各州和酒绝缘 国会所要做的就是制定法律 开征高额的酒税 提高酒的价格 如此一来呢 酒水贸易就会在高昂的成本压力之下崩溃 ASL中有部分人士 是非常拥护霍普森的方案 将这个方案呢 称之为间接禁酒 而且在推动的过程中 还可以援引汉米尔顿的先例 来论证这个方案的合理性 但他们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汉米尔顿 开证酒税的真正目的 在于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 鼓励禁酒 这只是顺带的 根据汉米尔顿主持 设立的1791年的消费税法 汉米尔顿根本就没有提及到 间接禁酒这个目标 当下汉米尔顿提出消费税法 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其中一种呢 是暂时性的 这就是1794年 在宾州西部所掀起的威士忌叛乱 而另外一种呢 则是长期性的 并且融入到了 维持美国运转的血液之中 那就是从每一瓶酒中 征收的税金 源源不断的流入国库 数量之多呢 让一代又一代的联邦政府的官员 震惊于酒税的繁荣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叛乱是政府开征酒税之后 不可避免的一种激烈的社会反应 威士忌酒 不仅仅是宾州 所生产的一种普通商品 同时还是社会交换媒介 和货物的流通工具 对于坑塔吉州和田纳西州的 玉米农场主 也是至关重要 一个农场主 可以选择运输一大车的粮食 穿过东部的群山 那么也可以选择货车 运输便于装卸 体力更小 不易腐烂 利润更高的威士忌酒 那么对于那些 黑麦种植农场主来说 酒是一种具有货币功能的经济作物 乔治华盛顿当时并不愿意派民兵 去镇压宾州的叛乱 他担心如果这么做的话 会遭到各界的积累批评 因为当时有很多人 不愿意美国新生的政府 拥有强力的国家机器 而军队呢 恰恰是强力国家机器的一种体现 但是如果没有酒税 联邦政府根本不可能维持运转 1802年 旧的酒税征收条款到期废止 那么为了支付1812年 第二次英美战争的花销 当时的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 重新开征酒税 1817年 酒税再次被暂停征收 可是到了1862年 林肯为了支撑内战的开支 再次开征酒税 后来内战结束了 但是酒税并没有停止 因为政府这个时候 已经征酒税征上瘾了 酒税当时衍生出了两种事物 一种呢 是地下非法交易的逃税商品 私酒 以及与之对应的联邦国税局 那些装备精良的征税执法人员 税务官 在后来30年的大部分的年份里 酒精商品 为联邦政府贡献了超过20%的税收收入 在某些年份 甚至超过了40% 当联邦政府为了支持美西战争 而把酒税的税率提高一倍的时候 啤酒酿造商终于发现 他们一直强烈抵制的酒税 居然是整个行业的救命稻草 所以在恍然大悟之后 他们的爱国热情暴涨 自豪的宣布 是他们啤酒酿造商 贡献了40%的战争开支 十年之后 他们更加进一步 直接篡改了历史 声称USBA成立于1862年 是帮助政府制定了酒税标准 以确保安全便利的完成征税 防止税务欺诈 但事实上 真正的欺诈群体 只有念柳商自己 他们最初成立USBA的目的 就是反对政府征收酒税 截止到1910年 美国联邦政府每年 从烈酒和啤酒中 征收了超过两亿美金的税金 占美国国内税收总额的71% 占联邦政府收入总额的30%以上 在联邦政府财政预算占比中 只有海关税能够超过酒税 在20世纪初的十几年里 美国联邦政府是否应该维持高额关税 一直是美国社会争议的最激烈的公共议题 但如果没有关税和酒税 联邦政府的运转就会成为大问题 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禁酒 政府也不能从酒中征收任何的税收 这对于禁酒运动来说 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现实问题 除非你能调整禁酒运动大军的前景方向 和另外一项正在进行的重要政治运动 也就是设立所得税相结合 在美国政坛 如果要推举一位 能够同时驾驭禁酒和所得税 两项政治议题的政治人物 没有人比威廉·詹宁斯·布莱恩 更具备资格的 布莱恩从1896年起 就是民主党的领袖 直到1912年 他在总统大选中败给同党的威尔逊 布莱恩这个人呢 他拥有虔诚的宗教信仰 对任何自己参与的议题 都当作是宗教的圣战一样 全心投入 布莱恩的生活习惯并不是完美的 但在有一点上 他一生都坚持下来 那就是滴酒不战 1900年大选期间 一位记者陪同着布莱恩 到美国全国各地竞选 曾经记录下他惊人的胃口 根据记者的报道 布莱恩一天要吃六顿饭 其中一顿早餐 他就足足吃掉了 一整个罗马甜瓜 两只鞍蠢 两份弗吉尼亚火腿 六个鸡蛋 两盘黄油烤薄饼 还有很多的咖啡 炸薯条和小菜 所以说呢 布莱恩的生活习惯是很差的 他的饮食非常的糟糕 但是呢 他不喝酒 另外在布莱恩身上 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缺点 那就是他有着根深蒂固的 种族主义观念 不过在布莱恩所处的时代 很多政治人物都有种族主义的观念 早在他首次步入内布拉斯加州政坛的时候 支持者呢 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做莱斯普拉特的男演说家 布莱恩一生三次参加美国总统的竞选 都是惨到失败 但是在他忠诚的拥护者的心里 他是无人匹敌的领袖 是伟大的平民 为他书写传记的作者们 非常理解宗教 在布莱恩一生中的重要地位 所以他的传记的名字 都是叫 像信仰的守护者 虔诚的英雄 这些带着浓厚宗教色彩的书名 他的反对者们呢 也同样理解这一点 所以给了起了很多 带有讽刺意味的绰号 在1913年到1919年期间 美国爆发了 自权力法案颁布以来 最为频繁的争取宪法权力的运动 所得税 参议员直选 禁酒令 女性参政权 这都是在这期间 被写入宪法修正案 那么在以上这些 争取宪法权力的重要运动中 布莱恩永远是冲在最前方 雄辩的口才呢 让布莱恩成为当时 美国社会公共意见的领袖 1896年 年仅36岁的布莱恩 他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 发表了题为 黄金十字架的著名演讲 引发了轰动 这为他赢得了 总统大选党内的提名 其实在这次演讲的三年之前 布莱恩就已经引起了 广泛的关注 作为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 年轻的众议员 布莱恩起初基地无名 但是在众议院的 第二个任期中 他凭借着卓越的演讲本领 成功地在一份 代表决的关税法案中 增加了关于征收所得税的条款 通过这个条款 布莱恩实际上 等于掐住了 东北部银行家 和工业资本家们的咽喉 而这在19世纪90年代 平民主义运动 热火朝天的背景之下 让布莱恩在美国的民间 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当时美国民众 对于金钱巨头的愤怒 在关税问题上 体现的尤为明显 政府对进口商品和原材料 征收高额的关税 导致国内必需品的价格 高得出奇 而东部产业财阀们的利润 水涨船高 根据布莱恩的征税计划 从每个富豪身上 切掉几帮肉 对整个社会影响不大 毕竟只有极少数的富人 才是征税的目标 但与此同时 征收所得税 有助于反驳 维持关税存在的必要性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1895年 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了 所得税条款违宪 而同一时期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秉持着司法能动主义 在很多涉及争议性的 社会问题的案件中 都做出了有利于 资本利益的判决 这就遭到了 社会主流舆论的广泛批评 所得税条款 被裁定违宪之后 也和很多其他 被最高法院否定的 政治议题一样 转而逐渐发酵 成为了新的社会改革运动 所以在接下来的15年里 所得税 就成为了布莱恩支持者 及其他收入再分配倡导者 梦寐以求的 杀死金钱权利的希望之间 当时美国南部和西部 支持者的热情 尤其高涨 甚至可以说 带着极为狂热的色彩 田大西州众议员 科德尔·赫尔 被称之为 索德税之父 他在20年之后 担任 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国务卿 要知道索德税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 东北部产业财阀们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当时44%的索德税收入 是来自于纽约这一个州 看到这个数字 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最初表决 通过索德税宪法修正案的9个州中 有8个是位于南方 或者是边境地区 而对于禁酒运动阵营来说 无论对9的影响如何 争取索德税立法 至少在两个方面 是具有吸引力的 对于进步主义人士来说 开证索德税 很显然能够扩大政府权力 提升行政效率 对于很多拥抱种族主义的 南方的禁酒运动群体来说 他们的种族主义怒火 简单并且明确 就是想通过索德税 来打击来自北方的 政治经济帝国主义者 这样就可以宣泄 南方重建时期 他们的家恨国仇 那么对于那些了解 政治现实和政府现状 致力于推进禁酒 这个核心议题的群体来说 征收索德税 也可以让联邦政府 摆脱对酒税的依赖 这是必要的一步 WCTU的领导层 早在1883年 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的官方报纸 联盟信号报 就非常委婉地 抛给了他们读者一个问题 禁酒之后 我们拿什么 来支持政府运转 其实他们的心中 早就有了答案 那就是索德税 编辑在文章中写道 索德税 是分担政府开支压力的 最合理 最具可执行性的制度安排 早在1895年 禁酒党就曾经认识到 现行的消费税 正是政府捍卫被征税商品的一种承诺 也是促进其产业繁荣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而禁酒党显然既不希望捍卫酒精的存在 也不希望看到酒精行业繁荣的增长 所以他们很快就认识到 索德税的确立和禁酒 是密切相关的 ASL的领导层也非常清楚 想要推进禁酒的事业 就必须解决反对方 所提出的政府收入损失的问题 当国会表决 开征索德税的宪法修正案的时候 反酒精议员群体 和支持索德税的议员群体 很愉快地就达成一致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国会中 支持索德税宪法修正案的重量级的议员 恰好就是国会中支持禁酒令 也就是第十八修正案的议员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禁酒运动和索德税运动 这两股政治势力 就成功地结合在了一起